各位海内外的观众朋友 欢迎持续锁定Real Talk小军超音Plus 我们知道在海空号 在2023年9月28号 当他启动整个仪式的同时 看到了这位前海军顾问郭喜 他怎么样关心 怎么样几乎热泪一框来看看海坤号 成军的那一刹那 对于海军来讲 这一刻走来是相当的不容易 但是也引发了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的 关键性立委马文军的角色 两个人就此展开了许多的司法诉讼 那么最新的进度呢 郭喜博士因为不满 国民党立法委马文军指他涉及引清风命案 还说他是军火前客 涉海侧舰的弊案等等 于是向马文军求偿了300万元 双方面其实在过去啊 过去这半年当中有非常多的司法诉讼 但是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呢 郭喜博士向马文军求偿300万元 要求刊登澄清启示 他的地方法院在3月8号判决 郭喜败诉 当然还是可以上诉 只是说 只是说马文军在去年9月29号在个人脸书当中发文 的确指证郭喜他是引清风的涉案人之一 不过你如果常常锁定Real Talk跟小军台湾Plus 你会知道郭喜博士他的角色 以及郭喜博士在他的一路上在海军的领域里头 对台湾所做出的贡献 但是呢 郭喜博士最近他直播当中 他非常感慨的点出 台湾的恐龙法官有多少呢 那这让我联想到 520快到了 我邀请两位来宾 林志杰老师 林志杰老师 还有当事人郭喜博士来到我们现场 我对于这段直播非常的有感 其实在2020年 2020年的5月20号 这是蔡英文总统连任宣制就职的那一天 其实司法改革 蔡英文总统希望司法改革赢得在场最多的掌声 其实包括2016年也是 但是8年后的今天 台湾的司法改革仍然是人民最焦虑 甚至心中的痛 所以台湾真的 台湾真的非常多的恐龙法官吗 而从马文君的案子里头 我们又看到什么呢 来 郭喜博士 郭喜博士晚安 小军好 大家晚安 是 林老师晚安 小军晚安 大家好 来 郭喜博士先告诉我们好不好 人家说你是到中国发展 直接转行当这一个 所谓的军火前客 好 其实我在离开海军的时候 是隐情封命案发生的第四年 第四年 然后我们得到了同意让我离开海军 本来一直不让我离开海军 因为我是公费留学生 留学在美国读了硕士博士回国 所以实现的因素 所以把我留在海军 那期满了以后我提出申请 但是又因为隐案的关系 所以一直把我留在海军 那后来经过四年的沉淀以后 主任检察官张检察官就同意我退伍了 退伍以后 我就从事的是救难设备的代理商 我从我出生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做过所谓的军火代理商 我没有代理过一样军品 我都是代理所谓的救难装备 那救难装备基本上 它有很多是由军事科技转过来的 这点是确定的 因为它在人的征兆上 人的征兆有不及的 呼吸 流汗 还有心跳这些 它才能够侦测到人 所以它有一些科技是由军事的科技 转为民间用的 那我做到潜见国照 在2018年以前 我全都是做救难装备 到接受潜见国照的征兆 让我去找寻商员 所谓商员就是找来台湾 帮助我们台湾 指导我们做潜见的这些顾问 是我去找的 所以我也没有介入任何所谓的军火装备 什么 这些我几乎没有引爆进去 所以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国人 我没有 我不是军火商 我也从来没有做过军火前科 我做的全都是救难设备 那这个马文军到现在为止所指控我的 其实今天字节在这边 我也很感激说能够帮我们指导一些 就是马文军 我和他的官司其实不是只有一个 这是第一个 我们在3月8号 今年的3月8号判决 判决的主文公布在网路上 到现在为止那个判决主文之外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讯息 也就是说判决文我们没有看到 但是我从判决文说 马文军我们起诉他 我们告他的这部分不罚 然后我们的诉状驳回这样子 我只知道这样子 你告他什么 我告他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 就是重罪加重毁谤妨碍民运 加重毁谤妨碍民运 那为什么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去 我一定会提上诉 因为我们 等一下这节目帮我们讲一下 就是有关于事情的描述 或者是事情的事实本身 这个之间的差异 这里我用荧光笔写的 其实就是其他的我们都不管了 说什么金火尖克 那我帮你念好不好 这是在我看一下 2023年9月29号去年马文军的脸书 对 OK 在第二段里头 他是指郭喜 因为第一段就写郭喜就是涉案人之一 他说他在尹清风丧命前一晚 溜郡海军总部武获市 窃取军购资料 还装录音机 透露尹清风谈话 要把资料转卖给涂太太赚外快 案发后一度被以杀人罪侦办 我先简单的讲一下事实的基础 第一个在尹清风命案发生前一个礼拜 我已经调职到国防部军购局 那时候是军购局的筹备处 那这个尹清风命案是发生在12月9号 辅施出来 那12月8号 12月8号以前 我就已经离开海军了 我到了国防部 所以我在办交接的时候 已经把所有我的通行 因为禁伍或是是要有装长卡 就是要有刷持卡 要进入都要有 还有门禁 所以我离开了海军以后 那些都已经收回了 我不可能再进入了 第二个我郭喜这辈子 从来没有做过说去偷录别人的音 我从来不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我从来没有做过 那再来一个说 我们录了老影的音 然后又去把录音带卖给涂太太 我更不会做出这种 所以我说他现在马文君在网路上 现在还在 今天你去马文君的脸书上 还这一篇的po文还在 他说我郭喜做这些事情 然后卖了 然后还窃取国家的什么军购机密 我从来没有做过 所以我说这些东西既然我们有司法 司法就是追求事实的真相 这些证据明明摆在法官面前 我们没有做过这些事啊 他也他 马文君自己知道我没有做过事 他现在只有他的辩词 那个辩护律师讲的是说 那是我们听别人来讲的 你听谁讲的 你走到一个人啊 对不对 他说是我听别人讲的 所以我才写的 开庭时他这么说 对 然后他的书状写着说 我们是听别人说 所以我才写上去的 如果是这样子 今天你还挂在那里 这些东西都不是事实的情况下 你法官追求的是 我们司法追求的真相在哪里 你给人民作为司法官 做判决的时候 是要公正嘛 这个东西事实的证据 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你不要 然后你说 这些是可受公平之事 如果是可受公平之事 我说马文君 我刚刚跟博伟讲的时候 我也有讲 如果是这样子 那我说你博伟 你今天去 人家 马文君在脸书上讲你说 昨天晚上你前进林志玲的房间里头 结果把他强奸了 然后还把他强奸 他强奸的照片 通通在市场上兜售 这个算不算犯罪事实呢 也是听人讲的 对不对 这只是五十五步换 笑百步嘛 对不对 这个是事实 而不是所谓的那个描述 你讲的这些都要有事实的根据 我是受害者 我当然应该要求偿嘛 对不对 结果法官完全不听我们的 你知道吗 到现在为止 如果我就讲 如果这种法官 存在我们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 避免说受到这种伤害 这个文到现在还在网络上的情况下 我的儿子我的太太 怎么承受这些伤害呢 哇这样 不要这个案子来 老师怎么看 是因为第一个是我刚刚有问过郭博士 他判决还没有拿到 所以只有宣判主文说这样子的情况 不成立诽谤罪 那因为我想郭博士跟马文君立委之间 他控诉他的一定不止这一段 还有很多别的 所以到底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比较客观的评论 会是等判决出来再说 那我先回应一下刚刚小君讲两点 第一个是我自己就是蔡总统任命的 司改国事委员 那我必须要讲说 确实台湾的司法 它有戒严时期的某些结构性的成因 因为过去包括现在的中国也是一样 司法是为政治服务的 比如说习近平他就讲说他绝对不会走三权分立 也绝对不会允许司法独立 我觉得任何一个极权的政权 都不可能允许司法来做独立审判 那台湾在解除戒严之后 确实有一点我觉得是有点 我们可能讲矫枉过正 或者我们认为不过正难以矫枉 就是说过去司法为政治服务 所以司法独立到底应该怎么独立 在整个后戒严时期 司法也非常辛苦的在探索 所以独立完以后你就会发现说不行 我独立可是以前因为有威权的压制 所以至少法官他是要层层审 可是现在独立完以后 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把自己的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也不受上级的监督 那如果胡乱来 或者是我的品操有问题该怎么办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解除戒严以后 在整个司法体系里才在摸索 所以我们法官法也不是一解除戒严就定了 我们法官伦理规范 检察官伦理规范 法官评鉴委员会 检察官评鉴委员会 都是在戒严后民主时期才慢慢一步一步成立的 所以第一个如何淘汰不适任的法官检察官 如何充实让法官检察官的来源更多元性 这应该是过去20年连同法学教育都很在努力的部分 所以绝对我个人是认为我们很努力啦 但是为什么会有产生做出来的判决 人民一般会 就是有一些人民他接到了判决以后 他会不舒服 他会认为司法没有还给他公道 我觉得有两个成因 第一个是本身我们的立法要件疑点很多 司法他只能依法判决 可是你法律不清楚的地方他没有办法 那像美国他是很细腻的 他把很多法都非常清楚的要件做了定义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会要求大法官来实现 郭博士今天碰到的诽谤罪 大法官就实现过两遍 两遍都认为诽谤罪还是要留着 不是违宪的 但是两遍以来 我们都是在逐渐放宽言论自由的尺度去前进的 所以郭博士会拿到这样的判决 我个人是觉得不会意外 也就是说他本来是要被除罪的 我们本来要连诽谤侮辱都要把他从刑法中 把他去掉的 因为这样子的案件真的太多了 然后大家认为用民事就可以了 不要动用刑事 所以两遍都提出到大法官示线 说看看有没有违宪的 侵害言论自由的状况 但是大法官都有守住 大法官两次都说不行 宪法还是有保障人民民意权的必要 刑法依然要存在 但是大法官适度放宽了 所以现在我们采的叫真实恶意原则 除非能证明说讲这个话的人 他就是恶意的 刻意去误导扭曲无中生有 不然的话很难被判有罪 所以后来到前一阵子大法官做出一个最新的解释 只要去为这个言论的人有经过合理的查证 就不会被判有罪 那合理的查证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就会是郭博士这个案子里面的征点 什么叫合理查证 理论上你权势位阶越大的人 你应该能尽得合理查证的责任就越简单 对不对 因为一般市井小民我们没有办法查证 我们最多Google一下 然后问问你问问他 这个我们的合理查证 你贵为立法委员 理论上你的合理查证能力 是要比市井小民高的 所以你的义务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所以如果是刚刚郭博士念的这一段话 要怎么查证 你起码他说曾经以杀人罪被侦查 那你要去问有没有起诉 有没有不起诉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以前有没有被报导过 你可能要提出这些东西 才能来说你有进了合理查证的责任 那因为我没有参与 我并不晓得他提出哪些东西 如果他只是说我听别人说的 我个人会认为这并不构成他已经进了合理查证的责任 那第二个会不会构成诽谤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所涉及的事项 公益性越高的对方的自由度就越大 公益性越低的比如说涉及私德 那对不起别人的私德与公益无关 就不容你随便去讲 但是因为这个案件是一个公益性非常高的案件 因为隐亲封命案在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要 要涉及军购 又涉及国家安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在拉锯 马文君委员他的合理查证义务高 但是这个事项他要被容许言论的范围是宽的 所以这两个平衡的结果 我猜就是这个判决最后会认为无罪的原因 好观众朋友跟您分享快山坊精油 扮着热爱台湾的精神 他们有效运用制作高级块木家具剩余的角料 所提炼台湾味道的原生块木精油 他开发天然块木精油为主 这种香氛沐浴精品也获得国家品质认同 过去曾经获选为台北市政府跟外交部 国庆贵宾赠礼 而2021年也荣获了品牌的金箔奖ESG 绩效管理奖还进入了总统府 曾经接受总统颁奖过 当然我们看到快山坊精油 他除了推广环境永续再生的精神之外 连续三年跟林业保育署任养了造林总共三公顷 跟政府共同推动植树减碳永续台湾的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说这个精油的原料跟老牌木业公司合作 他用高级块木家具生产之后的边角料 经过的蒸馏萃取出纯正的台湾原生块木精油 而且快山坊也将这个废瓶回收再利用 逐次用这个环保瓶器取代这个盛装沐浴用品的塑胶品 于是我们也看到他过去曾经捐款给台湾施制证协会 协助医疗社福跟社区的公益 包括提供给各大医院在这个疫情期间免费赠送 这样子精油洗手露等等来舒缓这些医疗人员的疲惫 当然取之自然回馈大地的初心 一直都是他们爱护台湾尽一份心力 小军专属优惠码GRACE PLUS 90 快山坊全管约会一直到3月31号 在这边利用工商时间跟大家分享快山坊的精油 因为他的创办人李清勇先生跟黄素秋夫妇呢 可以说是令人感佩 他们在过程里头因为面对离爱的爸爸 三不五时他们带着离爱的爸爸到进驻森林 吸收更多的芬多金 有一天爸爸突然说了 可不可以把森林带回家 每次进驻森林对离爱的父亲来讲 当然那种感觉那种舒服 是舒缓了他离爱之后的一个痛苦 于是提出这个要求 不能把森林带回家吗 夫妻俩呢 这个勇哥跟素秋姐于是展开了研发的工作 也有了今天快山坊精油 所以呢 基于疼惜台湾这块土地 这是台湾品牌 也小军姐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很棒 这个精油也帮助我 疏解了我非常多的压力 包括我的 我过去睡眠障碍的一些问题 它都帮助我非常多 也在这个地方开放给所有的海内外的官人朋友支持快山坊跟你共同来分享 但是如果言论自由的一个宽广赋予人民更多的一个权力 对 去展开他的论述 这是一个大法官视线里头 现在慢慢去放宽的问题是公益性越高 那全国甚至国际性的瞩目越高的同时 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你刚刚讲他合理查证是非常容易 我个人认为他应该是 即使老实讲我看到这个言论了 我是震惊的 为什么 你不是路人家 是啊 这里头如果郭博博博士您所言都是为真的话 他的指控呢 他指控里头叫做窃取 叫做 还要杀人未遂 偷装录音机偷录 包括资料转卖 涂太太赚外快 然后以杀人罪 以杀人罪 其实他每一个论述几乎每十个字 都是牵涉到到底是不是事实的问题 你看到这几个五六个 五六个严厉的控诉 竟然可以说我是听来的 你一般的老百姓都可能被告诽谤罪的 更何况这是一个资深的立法委员 最后判无罪 你觉得说得通吗 对啊 所以我自己认为 如果我是本案的成审者 对方真的只有提出一个合理查证的动作 叫做听来的 我会认为他并没有进合理查证的义务 可是会不会他还有在做其他的证据 只是因为目前我们不晓得 因为判决还没有出来 我觉得他至少应该要把这些东西它的来源 大法官有特别说明 也许你根本的资料 不一定是真实的 比如说我曾经看过有人写 但是结果那个记者报导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你有查过这一篇报导跟这个记者 这样也算合理查证 大法官并没有要求说你合理查证完内容要百分之百为真 可是你要去查证 你如果没有做查证这个动作是有问题的 所以绝对不可能 只是说我听来的这样就可以无罪 他一定要查证 我觉得这个言论自由的免责权 可以衍生到这种程度 他几乎是杜撰 几乎污蔑 而且伤害到个人的人格 然后如今这些言论一直挂在FB上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司法怎么会走到这个境界 为什么法官的认定是这样子 其实我这边有带另外一个 也是昨天才开庭的 昨天对 3月11号开庭的 3月11开庭的 是在高院 我上诉的 这个叫做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这个是一天到晚在网路上唱随台湾 然后一直在诋毁我们浅见过照 让我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来 叫做来 double check一下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这个人叫王志鹏 王志鹏来 台湾制造浅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研究 他是什么院系叫做国际关系学院 对 然后所以他是台湾人 他是台湾的一个浅见军官 他在台湾读海军官要毕业以后 到了大陆去修了一个博士 可是他只修了三门课 北京大学就要他修了三门课就拿博士 所以我们一直质疑他是假博士 那我们也善尽了查证责任了 我们也 我们的合理怀疑是 因为第一个 你的毕业证书连刚戳都没有 然后当时他连这个博士论文都提不出来 没有博士论文 是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开庭的时候才拿第一次 传证两年以后才拿出了第一次拿出这个博士论文 那我们才知道你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这个 其实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泄密了 这个泄密的罪比他这个妨害文明还重 所以他一直不敢提出来 所以我们才会 因为他不敢到教育部去登陆他的博士学位 也不敢到海基会去说 因为他是北京大学嘛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修了些什么 读了什么 最后他才拿出这些东西来 可是我们已经被一审定罪了 就是因为说我们说他是这个博士有问题 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标准的话 我们还经过善进这样子查证 你说你去控告他的一个博士 博士有问题 博士学位有问题 然后法官就只有一审 一个准备庭就叫我们结束了 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会有这么 所以你一审被判有罪 被判有罪 不是有罪就是罚5万块嘛 罚款罚还5万块钱 是民事还是行 民事这个也是民事啊 我跟马文君这个也是 求偿300万都是民事 所以我就说同样对比的情况 这个比马文君那个 我们所做的比马文君轻多了 我们又没有诋毁他什么 我们就说你的博士论文是有问题的 没有论文怎么能当博士呢 你又没登录又没查证 所以他控告你诽谤 对结果他就控告我诽谤 我们就被定罪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马文君对我这样子写居然没事 所以我就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台湾司法在做什么 可能还是要分两部分 如果是民事跟刑事 他那个有责任的门槛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刑事的话 你要达到有罪是不容易的 因为有罪必须要无合理的怀疑嘛 那民事只要过半就可以了 那我会认为这两个案件最大的差异 还是在私得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会认为 学位论文是个人的私得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会比较吃亏 但如果我们可以把那个学位这边上纲道 他可能会有泄密等等的问题 我觉得就会相对对我们会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可能是对方告我们 这个民遇权侵害的时候 我们在做答辩的时候的那个方向 我们可能要把刚刚您说的这个王同学 他的论文的部分并不仅仅只是说 一个一般论文 对他只是一般论文 而是要把它提升到 他可能有泄密军人的国家安全等等的情况 所以你对他提出这个质疑 那我觉得这样子两个才有办法来相做比较 我平心而论 台湾的司法界里等法官 恐龙法官他真的不少 你说我们纵犯了多少间谍 在台湾涉及到国家安全 然后很多的法官心中 我不认为祖国 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人还拿着我们的宪法 他会认为 进行许多的间谍罪 他说他与法他是无罪的 明明就是叛国 是叛不下来 都是轻叛 来这个林老师 我必须真的必须要说我觉得法官他的养成教育会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多考量的 因为倘若他一直都是在法的解释 比如说这个构成要件我要做什么解释 然后非常的狭隘 他可能就不具备有某些比较宏观的角度 那这样子出来就法论法 然后把它限缩的非常小的时候 尤其是法官我们在动用刑事责任的时候 法官会无比的谨慎 所以我觉得国安法的要件 如果你把它定得非常的严 其结果就是很容易就是无罪 这也是为什么上次我们在讲经济间谍法的时候 我对去年虽然好不容易修过了 但是我对于他那样的修法我会有点担心 就是到最后的结果会跟反渗透法一样 因为以台湾司法的态度 跟刑事庭法官一般的倾向 会非常节制刑法的使用 所以要有罪其实不容易 那我觉得这个跟法官的国家安全思维 跟重新去理解台湾目前的处境 是有很大的关联 那就呼吁我们司法官学院 还有法官学院 可能在法官养成教育上要多下一点功夫 那这些不适任的法官 不适任的法官 有毫无办法 应该是说如果他涉及个案的法律解释 是没有办法来做法官评鉴的 法官评鉴必须利于 比如说他的开庭的态度不佳 或者是他对于当事人有偏颇有歧视 有这个歧视等等的一些状况 这些都可以松平解 或者他有这个不当的言行出言侮辱 或者是他有收钱 有行贿 有一些违法的作为 但如果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两个案子 他完全纯粹是法官就法律的解释 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法律的解释 这个常常在同一个法院里面 A法官跟B法官就这个要件 我们可以想象之前我们是通奸除罪化了吗 通奸除罪化以后 你的配偶如果有外遇的行为 那个本来的这个原配偶 可不可以申请说 我来要求配偶权的损害赔偿 当时在台北地院就有不一样的法官做出 有人就认为通奸已经除罪化了 所以今天已经没有配偶权被侵权这个概念了 所以就把损害赔偿之诉认为是没有损害的 可是很多法官认为不对啊还是有啊 那只是刑罚除罪 所以要统一法官的法令解释 本身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相信后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上诉救济的制度嘛 就是慢慢最后 那有必要的话 在最高法院他必须要形成对于复杂的案件 做统一解释的能力 不然的话如果你不同意底下的每个法官 各自有不同的意见 这个成本就变成由民众来负担 这是对民众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是 如果以马文君这个案例怎么样 你想罢免啊 你想罢免啊 其实我本来原来是认定我这个官司 这个官司是一定赢的 因为具体事实在那里 了解 我绝对没做过 你因为控告他在2023年9月29日 FB里面之后你的公分 那个东西我没做过嘛 对不对 我也没去搞过什么这些东西我不可能 我觉得等判决下来 也许我们可以再来一起讨论 分析一下判决理由 对 OK 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事实的陈述 而不是说他骂我长得丑啊 或是什么那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不是 不是 这是事实 如果骂你长得丑 他可能反而会有罪 因为那是人格 比如说 比如这真的啊 我们之前有背叛过啊 就是老师骂学生说 你这个迟到大王 对 在大众面前 这可能是有罪的啊 因为你贬损他的人格啊 哦 是 在大家面前让他人格被贬损 所以他如果以您的外貌来贬义你 反而可能是有罪的 但我不太清楚 为什么这样子一个没有经过合理查证 如果照您刚刚讲 他只说我听说的 这绝对不是合理查证 这个言论自由 可以上纲到这种程度 变成立法院变成一个路人家 我就是匪夷所思 持续关注这个案子 非常谢谢林老师 谢谢了 辛苦您了 谢谢辛苦了 谢谢所有新闲 下落关注我们再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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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